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利用誘土的計算機來求LOG1.77的計次值會使用到的按鍵 這個LOG1.77要怎麼按呢 首先你要按這個功能鍵LOG 按一次 上面會有功能鍵 這個工程型的計算機上面會有功能鍵 再按這個1 上面有數字鍵0到9 按1 按點 這個數字鍵那邊有個點 按點 按7 按數字鍵7 再按7 數字鍵7 按完以後再按一個等1 那螢幕上就會出現 出現結果 按這些數字鍵 那這裡選項的話應該選這個 所以他應該要選2 這SHIFT的話這個是幹嘛用的呢 就是說通常一個功能鍵的話會有兩個 比如說LOG這一個的話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一個LOG 跟什麼呢 跟那個 10的X 那10的X的話你就逼什麼呢 必須按那個SHIFT LOG以後就是椅子 比如說你要按那個死的平衡 按死的平衡的話你要怎麼按呢 就是按那個SHIFT 按SHIFT 然後再按LOG 然後再按2 這樣的話就死的平衡 就像這個的話就是說 死的平衡的話 就是這個SHIFT 這個是LOG 然後呢 平衡 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100 不過通常的話 這種 這種 這種鍵的話 比較少用 這種的話 可以其實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 這個就是指數 你可以用這個的話 可以怎麼按呢 10的20可以怎麼按 你就按什麼呢 先按個10 現在是10 10的話就是按一個1 按一個0 我就10 按現在10 按這個 按這個 這個的話代表指數 10的呢 這個 按這個以後的話 這個X的話代表10 你把它按下去以後 按一個 按個什麼呢 按個那個2 就是說 10的什麼呢 10的這個 幾次方 然後 SY的話 這裡有個平方 嗯 這個的話 我這個 這裡沒有 這裡的話呢 應該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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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台計算機的話 你10的呢 平方法要怎麼按呢 按一個10 就按一個10 按一個10 按一個10 然後這按一個什麼呢 按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代表指數 有些計算機的話呢 這種五號呢 是用這種的 像我的電腦 我的電腦裡面的那個 計算機程式的話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五號 按這個 按完以後的話 按個什麼呢 按個2 也就是說 10的平方 10的平方的話呢 是等這樣子 10的平方 就按個什麼呢 平方 這樣的話就等100 等100 這個鍵的話 有些是這種鍵 有些是這種鍵 像我的那個 那個大的電腦 大的電腦裡面有附屬那個計算機程式 就是這種 那我現在呢 那個 手上拿的是這種的 反正 不同品牌的話 它會有不同那個 不過這只是少數 大部分的鍵 都事實上是一樣的 所以的話 所以這幾答案的話呢 應該要選這個 這個的話呢 有什麼呢 有兩種按法 第一種按法的話就是 就是你按 Shift Log 這代表 以史為底的指數 那再按什麼呢 再按2 我就說 Shift 按 Shift Log 這是 S-H-I-F-D Shift 然後呢 再按什麼呢 按那個Log 按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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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 這個代表以史為底 再按一個2 這代表呢 就十的平方 再按一個等於 就出來一百 這樣子 所以這幾答案的話呢 要選2 按四個 顏暖